这是一起让所有人看到后 都想亲自捶死凶手的强奸杀人案 小女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失踪 仅仅两个小时后 等人们再次找到她时 她已经被赤身裸体的扔在了树林里 我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被人性侵之后 恶警杀害了 更可恨的是 凶手作案后潜逃了24年 审讯时不仅没有丝毫的悔过 还大言不惭的向民警叫嚣 可恨 可恨至极 事情发生在1994年的10月7日 这天上午 这江省胡州市南巡区派出所的侦察员 接到报警 有人在东千户村的一片桑树地里 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接到报警后 负责办案的侦察员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并对尸体做了初步的勘验 我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被人性侵之后 恶警杀害了 除此之外 民警注意到 案发地的桑树林 距离村庄只有100多米 东侧是车流量较大的318国道 西侧是船只穿行的申家湖运河 也就是说 凶手作案的地点并不隐秘 很难想象 此人该是变态到何种程度 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犯下滔天罪行 由于案件的影响极其恶劣 警方决定立即成立 由省专家指导的 多级公安机关参与的联合侦察组 迅速对此案展开全力侦察 尽管侦察员们都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但当他们看到 现场惨烈的场景后 还是被气得眼泪直流 只见 尸体全身赤裸地躺在桑树旁 下身流着鲜血 衣服和鞋子被随意地丢在一旁 让人不认直视 除此之外 侦察员们在现场 还找到了一张锡纸 和一枚疑似的脚印 结合这些信息 警方立即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附近的村庄展开详细的排查 在逐意排除了附近人 作案的可能之后 他们对嫌疑人的部分特征 进行了分析刻画 经查 嫌疑人的年龄在20岁左右 身高1米72上下 体型微胖 从事运输类工作 目前并不清楚是否是本地人 为了尽快追查到嫌疑人的踪迹 警方组织了大量警力 结合已知的嫌疑人特征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工作 然而 南巡当时是国内最大的 木地板生产基地 每天从318国道穿行的车辆 没有1万也有8千 不仅如此 河道也是主要的交通运输的枢纽 无数的码头和岔河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水运网 因此 警方历时数月 远赴安徽 江苏 河南等地 对当时可能经过案发地的船只 以及车辆进行逐一的排查 但由于当时没有监控 生物技术也才刚刚起步 使得南巡1007杀人案 一直都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24年来 南巡公安局一共换了六任局长 他们几乎每年都会重启对此案的侦查 可是每次都是收效甚微 这就使得 1007案成为南巡沉积时间最长的案件 被南巡公安列为一号案件 到了2018年 再回首 如今的案发地 已经变成了居民区 再想通过现场进行勘查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更难受的是 当初重要的物证息指 上面的关键剪裁被提取了无数次 早已失去了检验的价值 难道这起案件真的就变成死案了吗 当初负责办案的侦查员老刘 24年来 始终牵挂着此案 每当经过案发地 他的心里总有一块巨石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直到2018年2月 这起长达24年的悬案 终于迎来了曙光 上级领导决定 再次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展开侦破 一听说 上级公安机关 要成立专案组 我是主动行营的 我强力要求参加 我是还债了的 可是当初的物证 有很多都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唯独一件上衣 保存的还算完整 于是警方决定 从这件小女孩的衣服上寻找突破口 他们找来多个国内最权威的行政科技专家 将衣服划分成几十个部位 利用现有科技 以多种不同的技术进行物证的提取 并一点一点的寻找蛛丝马迹 一个月以后 经过不懈的努力 警方终于在衣服的袖口上 检测出了犯罪嫌疑人的染色体 警方推测 这应该是凶手在作案时 利用袖口擦拭东西时留下的 巧的是 当警方将提取到的剪裁 陆入数据库进行比对时 很快发现 在宜兴丁山监狱服刑的 一个叫做荣大福的男子 与之高度匹配 经查 荣大福今年46岁 江苏兴化人 因犯强奸罪 盗窃罪 抢劫罪 曾被多地公安机关逮捕起诉过 在逃跑的24年中 此人有17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警方随即调查了 荣大福在2004年 犯强奸罪事的案件卷宗 他们发现 和南巡案的作案手段如出一辙 只是那个小女孩没有失去性命 嫌疑人的锁定 令专案组上下非常的兴奋 在充分了解了荣大福的履历 以及性格特点后 2018年5月9日 南巡警方决定 前往丁山监狱将其提出 进行审讯 可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将近八个月之久的 审讯与反审讯 突破与反突破之间的较量 正是拉开帷幕 你也看到了 先跟你讲吧 我不会无用户的 大老人 从那个 我们也是 虽然比较近了 跨省的 对吧 从你从江苏的 一心的军事件 拉到这厢 我都看不见了 每一次检查 都就是这样的 让你先讲 拆没拆没 从快抗没从 这就是你们死去的手段 那也是一个机会 不是机会 抗拒从业人 回家中间 他也没从快 老里走穿 这句话 那么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不讲 就和你没事 我没事 这是你们的手段 你们的 包括案子月头 破的月头 对你们拿 生官发财 拿这样解决 和警方打过 多次交道的荣大福 早就有所准备 他不断地叫嚣着 让审讯员拿出证据 想让对方 提前诉说案情 把握主动权 根据刘成 面对有着 较强反侦察能力的 荣大福 他们并没有 立即将案情说出 而是从侧面 引导嫌疑人 自己交代案件情景 可是 自诩酒病成医的 荣大福 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随后与审讯员 都起了圈子 其实不是要 你应该来 那你合备呢 你为什么 什么罪什么罪 你讲出来 到底有没有 都会说 对不对 这严谨哪个事情 我出了多血 我什么事情 你不会干 第一次审讯 荣大福咬紧牙关 始终没有交代 自己的犯罪事实 当然 这也在警方的预料之中 毕竟荣大福有案在身 即使审不出来 也不会放了他 警方最不缺的 就是时间 我们今天 把你带到这里 对 铁板经经的事情 对 记得铁板经经的 还是浪费的 大家都请你记住明白这个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突突阴远的 阴影常常的 干嘛 不是阴影 痛快一点 不是阴影常常 痛快一点 反过来 你那么的痛快一点 我来 你讲的我来 什么事 很快半个月过去了 对荣大福的审讯 没有任何突破 此时 寻找到嫌疑人的弱点 对症下药 成了警方 急需要寻找的突破口 2018年6月 随着提审次数的增加 荣大福渐渐开始急了 也为他并不清楚 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 不管你承认好 不承认你 有事实 有证据 荣大福很清楚 如果警方真的掌握了确凿证据 自己一味的死行 对他以后的判刑 将是十分不利的 他最怕的是什么 怕死 我给你讲一句话 你还是怕死 你不敢面对 这个怕死 不怕死 是女人的本人 对啊 审讯进行到五个多月后 荣大福终于顶不住了 他开始交代了自己 对小女孩实施侵犯的过程 可是警方还是低估了他 当问及女孩的死亡原因时 荣大福再次嘴硬起来 他并不承认 是自己掐死了女孩 说自己走的时候 小女孩还在哭泣 至于怎么死的 他也不清楚 口口声声说 小女孩是你害死的 对啊 你有讲 你走的时候 小女孩还在哭 这句话是赖的最差的句话 是你最大的败 面对如此嘴硬的嫌疑人 警方最终决定 使用终极武器 对荣大福进行测谎 在测谎的过程中 虽然他依然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但警方接下来的计策 最终将其送到了断头台 测谎后的两个月 荣大福本以为 警方会加大对他的审讯力度 因为他觉得 侦察员实际并没有掌握 多少自己的证据 没想到的是 警方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而是突然降低了对他的审讯频率 并通知他具体判决的日期 随着判决日的渐渐临近 强大的压迫感 已经让荣大福变得有些暴躁 警方的欲擒故纵 让他寝室难安 2018年12月18日 简容大福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警方决定拿出杀手锏 直接向其宣布掌握的核心证据 在重要的证据面前 隆大福再也没有了狡辩的利己 最终向警方交代了自己于1994年10月7日 强奸并杀害女孩的犯罪事实 几十年过去了 随着审判日的到来 隆大福第一次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杀人偿命 你出生的坏事吗 最应该也不可以 我想说的是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只要你犯下了罪行 就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 就像嫌疑人自己说的 做了坏事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我叫你犯下了罪行 我叫你犯下了罪行 让我来罪行 用罪行 就算是开了罪行